重庆大业通过梦境挖出鱼犬 沿入三十万改变人生 这鱼犬是什么 你们相信托梦吗 肯定听说过很多关于托梦的有趣故事吧 虽说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但梦境一直都是最不能理解的现象 因为很多时候梦都是无法控制的 无法理解的 不少人在梦境中得到了意外的收获 常见的有买梦中出现的号码而中奖 还有传言说 文杰列夫在日日苦思元素周期表 任人得不到结果时 有天一夜里当他熟睡时 梦中清楚呈现了元素周期表的排列方式 如果说文杰列夫这个梦是他长期以来思想的升华 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个事件可就不那么好解释了 这是非常平常的一天 家住成亲的李大爷 在外辛苦劳作了一天之后 跟往常一样躺在床上准备美美的睡上一觉 不久之后还乘搭坐 李大爷进入了梦乡 在梦中有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告诉李大爷 他家地下没有宝贝 将这宝贝挖出来 可宝钱下一食无忧 第二天醒来的李大爷狠狠地记住了这个梦 并急忙地告诉自家的女儿和女婿 还决定要听从指挥开挖 但好好的房子挖一个洞 怎么想都觉得不太靠谱 不仅不安全 说出去也不太好听 女儿和女婿都觉得一个此夕无有的梦 不要过于执着 并反驳了李大爷借钱挖宝这一行为 李大爷回家之后 越想越觉得这个梦真实 便拿出三棍茅碌的那股件 去求自己的女儿借钱 女儿看着执着的父亲十分无奈 只好把钱借给李大爷 李大爷和孙明在自家开始挖宝 当连续挖了七八天之后 居然挖到了将近十六米 可除了石头之外并没见到什么宝物 在大家伙都该放弃的时候 地面突然往外渗水了 水越来越大 当水至全部沉淀之后 在场的人都震惊了 水中聚集了密密麻麻的小鱼 像一个天然的鱼犬 看着这些鱼 李大爷熟悟足蹈地说 这就是宝物 李大爷将挖出鱼犬的消息 传遍大街小巷 不少人忠心恐后的前来参观 聪明的李大爷在私家收起门票 并将打捞上来的鱼拿去卖 价格也比别家的贵上几倍 因为这口鱼犬 能够稳定斩住几百公斤的鱼 李大爷直接在鱼犬上 修建一所大房子 做成农家乐 吃原汁原味的鱼 传言李大爷一年就近收入30万 这鱼犬的鱼到底是从何而来的 据悉 李大爷这口鱼犬中的鱼是石头鱼 瘦锅特有的鱼类 较贵的石头鱼 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 只生活在清澈的活水中 李大爷家这口鱼犬 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 也就是地下暗河 水质几乎可以达到直接营用的标准 所以产出的石头鱼 比一般的品质都要好 看来李大爷确实挖出了水宝贝 真是美梦成真了 靠做梦收获了一笔别人渴望而不可及的财富 其实挖到地下水 涌现鱼犬这件事并不少见 而李大爷家能涌现出如此一大批鱼犬 且每年它会延远不断地涌现 这就是极其难以遇到了 不过由于成将十年进入计划的实行 进一只捕牢也是女类 李大爷家的鱼犬 也不能再进行捕牢了 但之前已经赚得盆满布满的李大爷一家 早已经将鱼犬涌现出的石头鱼 进行了人工养殖 当地还率先建立起了人工养殖基地 用的鲸鱼都来自于李大爷家的神奇鱼犬 对于李大爷这一神奇的梦 随之带来的财富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